哈喽,大家好,我是江江 好久不见,今天是大年初五 还在过年期间,所以江江要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有龙马精神 财源广进,万事亨通 健康平安,快乐幸福 当然今天也是情人节,所以也祝福大家 情人节快乐 那江江要先感谢一路来一直支持江江的所有粉丝们 因为我知道我的频道没有剪接 也没有编辑,永远都是江江这颗大头 在中间咕噜咕噜的讲着 甚至有时候连字幕也没有 当然现在是因为有一个匿名者帮忙江江做字幕 但是不是每一支影片都有的 就是在说书系列或是可能他在有空之余 会整理其他觉得可能比较要先做字幕的影片 那也因为这样很无聊 这么多年来能够看不腻的支持者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江江在这边要深深一举功 感谢这些年来一直支持江江的所有粉丝 OK 每一年江江都会花时间帮大家做祝福 所以今年也不例外 只是迟到了一点点 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如果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新的愿望 想要江江为期一个月帮你做祝福的话 你可以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处写下来 那江江有回复你收到 就表示我从2月15号到3月15号这一段期间 每一天晚上做功课的时候 都会帮你把愿望提高一下震动 提高一下震动 让你在新的一年 你的新愿望可以更快的达成 更快的心想事成 OK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愿望 不好意思写在留言处让大家看到 也可以写在下方有个表单 写在里面 但是如果在表单里面的家人或是订阅者 我就没有办法回复你收到两个字 但是我会看到 以前是在粉丝专页里面留言 后来发现如果能够在表单里面 我会看的比较方便 那做祝福的时候 就可以更快速的看到大家的愿望 所以呢 如果你想让大家看到你的愿望 你就写在下方留言处 如果你不想让大家看到你的愿望 就写在表单里面 OK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江江的愿望 就是2024呢 江江也给自己许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可以出第二本书 那第二本书的形式 大概会使用每一天江江在群里面 给大家的激励小语 然后再加上一点小故事 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人心 那在这边已经说出来了 所以江江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完成它 这是我2024的新愿望 也希望将来书出来之后 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跟帮忙 OK 那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能量的小游戏体验 这是前两天我跟我儿子在玩的一个小游戏 因为我个人在想 我懂能量 我可以感受能量 但是如果一般人没有在玩身心灵 或是不懂能量的能不能感受呢 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比较有能量的字 就是这个字 佛这个字 当然如果你有看那个前台大校长 李世诚先生的实验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字是能量很强大的字 所以呢就是这个字 你拿一张纸 三张纸 三张纸 写第一个字 这是佛 然后再来就是福 OK 再来是人至旁 就这样三张纸 好 那我就放在桌上 然后我儿子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想知道 想要了解 普通人在不玩能量的状况下 是否能够感受到质的能量呢 所以呢我就 请我儿子陪我玩一下 我说你来你来 你帮我测试看看 因为你没有玩能量 我想知道 如果我这三张纸放在桌上 你手轻轻去靠近 你会有什么感觉 所以这三张纸 我就依序放在桌上 那因为他没有玩能量 但是如果你心太浮躁 你仍然没有办法感受到其中的微妙改变 就是你手之间的微妙改变 所以我就请他先慢慢的呼吸 大概维持三十秒之后 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 请你帮我把手轻轻的靠近指 那因为他我怕他没有玩能量 所以感受比较微薄 所以我希望他靠近一点 大概是如果这是桌面的话 他大概是这么靠近 我在想应该只有一公分两公分吧 就这么紧 然后轻轻感受 那大概十秒钟 然后再请他移到旁边一点 第二张第二张这样靠近 然后呢也是维持大概十秒钟 有感受到就换下一张 然后第三张就是佛嘛 也是这样靠近 然后我觉得很酷的是他告诉我 第一张他摸这个的时候 他这样静静的靠近 他感觉到中间有一点点刺刺的 我就很喜悦啊 好喜悦哦 刺刺的 然后他说他放在这个纸上面的时候 他感受到的是有点像棉花糖的感觉 软软的 哇我就觉得好酷哦 到第三个字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他觉得好像有东西要要冲上来的感觉 那其实就是能量强的意识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悦 那当然在这边也用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一般人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能量 只是不知道用什么小游戏来感受 那现在用这个方式来陪大家做做练习 如果你在家也玩了这样的游戏 那对这三个字有不一样的感受 你也可以在留言处分享一下 你玩这个小游戏到底有什么感觉 那江江觉得是很开心啦 因为我相信能量只要你有心 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字 是因为这个字能量特别大 那可能在不玩能量的人来说 感受的可能才会比较明显 因为能量给人感受真的太微薄了 微小微细 所以今天江江用这小影片 第一个是要让大家知道 江江要为期一个月帮大家做祝福 这是每一年都会做的事情 第二江江期许自己在2024 要出第二本书 希望可以用这个管道来鼓励人心 第三就是用写字的方式来测试能量 OK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再继续支持江江 虽然可能江江说的话 有时候会让人有点听不懂 但尽量江江江会反省自己 把该要分享的再说清楚一点 OK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咯 I love you 拜拜 拜拜